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芳佛是天意圆逐楼 在说个男子 秦桑 芳佛是天意圆满 芳佛是天意圆いて 弄得很简单 描破坏 我描破坏 开心 画苦 少年有障 计算 一切起无名 百事注定 莫断乱作片 有多少失败 也依然再转 统用松散划 何已会似喜? long中国 卑鄙幻被判断 花莎到购书 为何明明是各韩难? 家窗何其温暖? 世界每天同意 勝貫貴影浩流沿讓我 誰在意她朝的我怎麼判施 真是你, 只有拿錢去賭 讓我買股票就升幾個股了 老婆, 我怎麼知道股票會靠爸爸的聲音 聽說的 請問你們有沒有見過住在裡面 叫謝玉敏那個人 謝玉敏, 你不是說 經常穿禮服的那個男人嗎 是呀…我來幾次都見不到他 不知道他是否搬走了 你是否他的親戚 好心你們, 把他困在精神病院 讓他到處走, 很危險的 我知道, 我現在來接他入院 不過說就說, 最近好像見不到他 不是呀, 聽說 做的那段時間被人打到遍體鱗傷 躺在街上, 現在連影都不見 也不知道是否人家當是垃圾 送了一份化爐燒成灰 這間屋好就好了 不過附近有些隱藏的屋子 看去也不漂亮, 也沒有景 阿曼 我要這間有泳池的, 這間也沒有泳池 看看另一間 宋導演, 怎麼這麼巧 是呀, 剛好附近找個朋友 是嗎?蘇生, 小曼說想換一間大屋 我不是陪他來看房子而已 小曼, 支票我就簽訂了 看哪個合心水的 寫個銀碼上去落訂就行了 我現在跟人談生意, 沒空陪你 乖吧, 乖吧 蘇生, 有空嗎? 不如陪小曼去看房子 順道幫我保持住他 你說甚麼? 我… 就這樣說吧 就這樣吧, 乖吧, 再見了 阿全小姐, 這間是最好的 外面有泳池, 一面山景, 一面海景 不如我和你出去後花院看看, 好嗎? 我自己看就行了 那我先出去打電話 你們兩位慢慢看 謝謝你 不用 怎麼樣?阿奇, 挺好的吧? 你今天第一天開庭, 沒空來這裡 上完庭 本來我想在附近找謝三 誰知道他… 我看報紙說他是不是瘋了? 是呀, 真的想不到 我都說過了 我說喬江兩兄妹根本就不可革 喬江的事跟阿欣無關 是呀 罪不及妻兒 何況我妹妹呢? 看我多漂亮 慢, 不要再作戰自己了 我作戰自己?我是甚麼?因為我分手嗎? 宋先生, 你太看高了你自己了 查傳人是甚麼人?他在玩耍你 現在不是他耍我, 是我程小曼耍耍他 這個遊戲很公平, 至少我現在大屋住 有錢, 有車渣, 有女主角做 誰會看小我? 但是你看小你自己了 我沒有看小我自己, 是你小看小我 所以你覺得我認識其他男人 就是作戰自己的命? 你憑甚麼說我? 你憑你是我的舊情人? 我告訴你, 我不只你是一個舊情人 就當我以前是死心塗地喜歡你 又怎麼樣? 就是這樣你才不要說話 如果我不是和你分手的話 我都沒有今天這麼好的生活 我應該謝謝你 我決定買這間屋, 我真的如體中 謝謝… 我跟你拼了, 我很擔心 你今早在法庭已經佔上風了 你還來找我幹甚麼? 只要你肯放棄這官司 在律師樓講的條件還可以生效 我那天沒有答應, 今晚也不會 無論如何, 我們都是正式上契 你假假的都是我契仔 我不想你為了這官司 輸到一敗套地 你自己沒有十足十八股 當是這樣, 所以我今晚來 是想拿十成十的把握 你知道我一向很困難嗎? 我也很困難, 可是有一件事 你跟我很相似 就是太注重有情 無論我今天做甚麼都好 我是為了我的兄弟 你的偶像秦鋒去報仇 你知不知道秦鋒怎麼死? 殺死秦鋒的子彈 是雷伯鋒, 他找人帶上道具槍盜 你說謊, 根本你是想我 收手所以這麼說 我可以向天發誓 秦鋒的死, 雷伯鋒就是主謀人 若謝玉文武甸, 他就可以做證 雷伯鋒為甚麼要殺死鋒哥 很難說, 若你一手捧紅一個人 他出賣你跟你老婆視童 你會怎麼做 你以為你幫了一個好人 其實雷伯鋒有禁人, 的確是他的報應 你要幫他, 就是逆天行道 想清楚一下, 傻子 我知道, 傻子 我會了, 傻子 我會了, 傻子 我會了, 傻子 傻子, 傻子 傻子, 你這麼清醒, 真好 傻子, 你這麼晚ими 你還來, 你怎麼回事? 我會了, 你還好嗎? 傻子, 你怎麼回事? 是不是來, 探望我 我有一個要問你 你問吧 秦鋒是不是你殺的 祖師父, 秦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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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媽媽 宋導演 我想進去 謝謝你 聽說那個宋導演比喬生還要勒索 現在還有面子回來 人們這麼厚面皮 好, 阿琪, 女人坐在這裡幹甚麼 沒有, 我看你跟風哥拍過的舊片 我在旁邊做事聽了聲音 所以就過來看看 那麼晚還在做事? 是呀 你幫我做秦始皇也算嗎? 明天幾晚通少說怎麼這麼詳細呢? 沒有, 我記得最近跟我大哥打官司 一定很忙的 雖然我不知道你誰對誰不對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一定要繼續拍戲 而我也會繼續幫你 既然事早一點要做了 還未早一點就做得去 謝謝 應該的 想不到在這個時候 還會有人肯為我做事 阿奇, 你別這麼說 放心, 這件事一定會過去的 來, 問你一件事 如果有一個人 他曾經做過傷天害你的事 但是今天他反而被人害了 還很需要我幫他 你覺得我應不可以幫他嗎? 你知道他是誰嗎? 我下一部電影要拍給你 那照看你要幫他做甚麼 只是說一個事實而已 既然是說事實 你還猶豫甚麼? 我是讀新聞系的 事實就是最重要的 雖然很多人對事實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對我來說 事實就是事實了 恩恩, 謝謝你 宋先生, 請你說一說 雷先生出院的情形吧 當時我是去醫院探望雷先生 他那天的精神比平日特別好 他跟我說, 說喬剛想吞殺他的家產 逼他簽授權書 雷先生就想我幫他 找他救人士的助手 謝玉文出來主持大局 那你知不知道 謝玉文怎麼會離開雷氏的 是雷先生賜了他的 是因為謝玉文偷取公司合同 雷北川先生認為謝玉文 被判他, 所以開除他 我手上有份通告 是當日雷北川先生 親不遷署的 上面就特意寫明 謝玉文永不樂用 謝玉文, 法官大人 但是宋先生, 今時今日 你說雷先生 要找謝玉文出來力玩狂藍 好像不太核情理 當… 宋先生 那你幫雷先生找到謝玉文之後 之後又怎麼樣 謝玉文當時的精神是出了問題的 他根本幫不了雷先生的手 所以雷先生叫我立刻 找他律師要改份遺租 好, 無論如何都不能被喬光得寢 雷北川先生當時是清醒的 沒錯 當時是幾點鐘 四點鐘鬆一點 四點鐘鬆一點 我去過謝玉文居所附近 那裡有個時多舖 街邊有個電話亭 你一個電話就去找個律師 我問你, 四點鬆一點 一直到五點鐘 律師樓下班 你都打不到電話 找不到律師 因為雷先生突然忘了 他的律師叫甚麼名字 甚麼?我聽不到 麻煩你大聲一點 因為雷先生突然忘了 他的律師叫甚麼名字 你說雷先生清醒的 他用了二十年的律師的名字 他都記不到 雷先生, 在十月三十日 你為了解除喬光先生的陷入 搞得很不愉快 是不是? 反對 法官大人我反對 證明要喬光之間的關係 要本案絕對無關 法官大人 宋先生對喬光先生的仇恨心理 是導致這次修改 壞了的重要因素 反對無效 證明必須作答 是, 當時我是提出一個辭職 但我絕對沒跟喬光 搞得很不開心 你說謊 當時喬光先生 一口拒絕你 要你理喊合約 你很生氣 你還說 最多一拍兩拍 你向雷氏得不到的 得一 喬光先生都不行 沒有, 我沒這麼說過 還有, 所以在修改 遺書上 故意寫明要解除喬光先生 更享受雷氏的一齊節目 是不是 根本就不是這樣 反對, 反對對方的律師做無理推測 反對有效 宋先生 如果雷伯川先生是這樣清醒的 他怎麼可能這樣不相信 喬光先生 還是這個霸道的遺囑呢 難道他不怕喬光先生 老修成爐 對他的又愛惜又痛苦的 奪生女不利嗎 宋先生 反對 你騙這樣一個故事 反對 太幼稚了 太幼稚了 法官大人 我反對對方律師 繼續做無理推測 反對有效 法官大人, 我問完了 好 後悔了 我早就叫你別管那麼多事 知名 你還不相信 雷伯川是殺阿楓的主謀人 我知道, 我知道楓哥是雷伯川殺的 那你還幫他打官司, 發瘋 我很討厭雷伯川 你由得他死吧 你搞那麼多事幹甚麼 做人是憑良心兩個字的 雷伯川是該死的 但法律上他有自己應得權的 死亡入面的 不過不要緊 你幫不幫他的結果都是一樣 你就抱我認金 好 我是雷伯川等你回來 既然所有證人已經以作供 法官大人, 我想再傳召李苗香 即是苗者作供 反對, 法官大人我反對 因為苗者已經曾經出庭作供 但是我保留再盤問他的權利 法庭亦有多久 反對無效 反對無效 苗姐, 你說你經常陪著雷先生 你記不記得你是幾點鐘上去的 不記得 那你是讀哪張報紙給雷先生聽的 甚麼都不記得 那你究竟有沒有讀報紙給雷先生聽 都說不記得 你今次的口供和上一次不一樣 苗姐, 我告訴你, 向法庭比假口供很大罪 我不知道 你今次的口供和上一次不一樣 你上一次的口供是不是有人教你說的 不知道, 我甚麼都不知道 你別問我, 我都不知道 太好了 法官大人, 由於證人臨時改變口供 我要求押後聆訊 法官大人, 如果押後聆訊 會對我當事人造成不必要的精神上的折磨 由於李苗鄉的供詞, 先後矛盾 本日決定取消李苗鄉作證人的資格 今天靈訊完畢 如果明天沒有新證人額證據 請兩位律師作結案的陳詞 阿奇… 威姐, 威姐, 你幹嘛把口供全都改? 你對雷先生很重要 你放手吧, 當我對雷先生不住 妙姐… 妙姐… 妙姐, 我其實不知道為甚麼 妙姐… 我不知道… 開車了 妙姐… 妙姐, 說給我聽 妙姐, 阿奇, 我們去車追她 來, 一 這件事你還是不要重走 為甚麼?不是, 你要個明白的 我也要的 妙姐… 妙姐… 妙姐, 你不要走, 妙姐 妙姐… 你快…你跟我說 有甚麼為難, 儘管跟我說 我只是不想自己不明不發 我該死, 我對老爺不住 你該死 妙姐… 是嗎?你別這樣 是否有人讓你改口供 你們不要問 要拘捕要傻, 就拘捕我 不關我兒子的 你兒子? 不要打我… 妙姐, 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 以後不會有人再打你了 你不用怕 不要打我 以後不會有人再打你了 以後不會有人再打你了 是否我大哥叫人打你兒子 打你兒子 麻煩你當我可憐我兒子了, 好不好 我只有你兒子 如果我兒子有甚麼不臭死了 我都不想做人了 人… 但是如果你雷氏到手 我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你會不會過橋抽板的 其實一個人如果沒有利用價值 還留在身邊做你 但是呢, 如果雷氏到手 我一定會改裝做橋氏 無論如何 不過有一個條件 你一定要保持你的利用價值 那我們就大風也打不掉了 喬小姐 喬小姐, 你不要進去的 喬先生 我已經叫喬小姐在外面等了 出來 甚麼事 你放我辭職信 站住 你發甚麼瘋子 你自己做過甚麼 你自己知道 連妙姐的兒子都不放過 你簡直不是人 是我逼妙姐改口供 但是我給她的錢 足夠她這十個兒子 你喪生病狂 阿欣, 我不想罵大哥 我沒有這樣的大哥 我以前的尊敬大哥去了哪裡 以後你有你, 我有我 我不要那麼飛魂大哥 我想抬頭做人 你別這麼衝動 全世界一天都可以罵你 就是你無權罵我 我對不起全世界的人 但是我很對得住你 爸爸媽媽死的那些 我只是十四歲 我可以在他們分前發誓 我怎麼艱苦軍 我都供孫家學養大 我有沒有做得到 我有沒有做得到 阿剛…你冷靜點 我是個十四歲的孤兒 我沒有靠藥, 沒有文靜, 沒有後靈 我不是靠雙手 靠我路, 我怎麼肯帶你 原來我是郭獨村 我在雷士被人造賊 被雷霸川好像一隻狗一樣來玩我 我繞天不應, 繞地不民 你們誰知道 我現在用大條道理的家庭 哥, 我知道你一向很疼我 但我只是想過一些平淡的生活 我不想你再害人了 我是大壞貧 我配不起你做你哥哥 你馬上讓我罵 你大哥二十多年受的委屈 你真的不會了解 他現在所做一切的事 只要給他一點點補償 你可能不喜歡他的做法 但其實他真的很疼你 對你很好 你看看你, 擊成他這樣 或者我真的不明白 但大哥, 如果你真的疼我 你答應我, 你以後不要再害人了 好嗎 看清楚, 看你認不認得我 好, 你嘗試說我的名字給我聽 阿奇 幸好你這幾天的精神好很多 本來我很討厭你 我看見你現在這樣 我看見你現在這樣 我看見你, 我不幫你也不行 我們已經盡力了 現在靠你自己 救回你自己 知道嗎 他不行 我們怎樣也要嘗試 明天我又帶你一起出庭作成 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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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解 你記不記得哪個喬江 如果你不想那份身家給他分了 你就要出庭作成 你現在不要這麼激動 我要幫你記起一些事 你要記清楚 明天出庭的時候 再說一次出來, 知道嗎 知道 知道 你叫什麼名字 雷… 雷… 雷百川 雷… 百… 是雷…百… 川 雷… 百… 不要緊, 我們再試過 劉律師, 你可以結案陳詞了 法官大人 我想再傳召一位新的證人 證人叫什麼名字 雷百川 爹地 雷… 雷先生, 我想問你 你當在宋子奇先生家立為囑的時候 是不是像現在一樣的暫時清醒呢 是 是 是 宿靜… 宿靜… 法官大人, 我沒甚麼問 請問你, 閣下叫甚麼名字 雷 八 全 你是何時清醒的 我這幾天都...都清醒 那你記不記得今早你做過甚麼 報紙 看報紙 財經 那你對我的史是怎樣看法 史? 是呀 你這麼清醒, 不會一點印象都沒有吧 牛奶 沒有症 老兄, 你說甚麼 狗屎是一個老字 你是甚麼說狗瘡, 是不是 好了…我們不要說古竅 你背一首 連小學生都會背的九恩歌, 好不好 九恩歌 是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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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恩歌 宋子忌, 你看你弄得我吧 人不知人, 鬼不知鬼 你究竟想怎樣 肅靜, 請雷小姐保持冷靜 要不然本日請你離開 是呀 法官大人, 很明顯 雷百川先生是被人教唆足功的 所以我請求法官大人 取消他做證人的資格 現在本席宣佈 取消雷百川做證人的資格 停經, 帶雷百川下去 爸爸 雷山 爸爸, 你沒事吧 他是個壞人 他是個壞人 你別這樣 他是個壞人 四、二、二、二、三、二、四、八 二、五、六、十、二、六、十、二、七、十、四 二、八、十、六、二、九、十、八 九南是昨天收一個羅浩霸 公王紅虎兩個羅浩霸 我看股市還有一段時間 一路會升到一千七百點 喬哥, 我告訴你 我雷百川才是雷氏的主人 肅靜, 肅靜 肅靜, 立即帶她出去 你…別蠻我, 我是忠的 他是奸的 我是王飛鴻 他是誰 爸爸, 爸爸 你認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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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得你爸爸 你認得我爸爸 你認得我爸爸 我認得你爸爸 你認得你爸爸 我認得你爸爸 你放了我發了… 由於與眾人不能夠提出足夠的證據 證明雷伯川是在精神正常情況下 訂立新的遺囑 故此本席現在宣判 袁素人喬江得席 雷伯川以十月二十日訂立的新遺囑 屬於無效 八點 謝謝 工作間據 下星期找你吃飯吧 OK 再見 再見 喬生 你對這次法庭的裁決 你有甚麼點看 照這次這件案件法庭裁判的結果 我認為法律是很公正 喬生 你可否跟我們發表多點意見 法庭裁判就是我的意見 宣導員 一場半天好不利你的謠言 你怎樣看 我要做的已經做完了 我沒話可說 我沒有須求你 你認真是誨整理 分開 你怎麼看 很短地 教位於你 真是你 你不太做呢 我沒空 你不乖 我沒有一層 感谢观看 你不要吓我 爸, 你不要吓我, 爸 爸 雷先生 你干嘛?不要吓我 雷先生 放心吧, 爸爸會吉人天上 超乙, 雷先生會沒事的, 放心吧 醫生, 爸爸怎麼樣? 放心吧, 雷先生剛剛脫離危險時期 不過他患的是柏金順症 他腦部現在微思血管爆裂了 恐怕他康復後 會影響他的行動和說話的能力 照樣看, 他可能一直都要睡在病床上 那怎麼樣? 阿光 放心, 盡量有人試, 李醫生 我們會盡力的 謝謝 小姐, 待會兒和李醫生等我 我不擔心 你不要在我面前嗶嗶嗶嗶嗶嗶了 搞得人心都煩了 如果我好過, 我夠煩了 你拿來的, 別搞太多事就不用煩了 其實我早就勸你和阿琪 別這麼多事了 雷百川又不會帶我們發達 你現在得罪了喬光 你倆爺爺爺爭辯就行了 你怎麼這麼重要呢? 東加不打, 打西加 做人最重要是立實宗旨 阿琪, 你定得來 爸爸什麼時候都支持你 就是有你這樣的爸爸 才嫂子, 才教了老子 別你們那麼好戲 爸爸, 對不起, 還要連累你 什麼對不起, 住了兩隻爺爺 我幾十歲了 遲早要退休 早點跟遲些有什麼分別 不過我想過 就算你留在雷士 也沒甚麼前途 喬光一定弄死你 要既然留在這裡 不如出去討論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做 怎麼樣? 沒債? 老闆, 老闆有多少職觸 要你需要, 儘管開聲 別傻了, 老闆, 你的錢留給自己的兒子 我就打算了 Sanfie, 我是探磊山的 磊山的任何人都不記得, 你走 你跟他說一聲, 宋芷琦找他一定會見我 宋芷琦也找他, 走吧 宋芷琦, 你現在上天了 呂小姐 你還來幹甚麼? 還嫌害我爸爸不夠嗎? 我一直以來都沒有害過磊山, 我去幫他的 你幫他?他老人家現在搞成這樣 真是多虧你 誰害磊山應該心肚明 好了, 不要吵了, 我爸爸要休息 他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了 你現在走吧 好, 那我走了 好, 我相信這個天然是公平的 是非黑白的, 一定會有水落石出 雷小姐, 我想你自己要小心點 這個世界很多人做得很聰明 洗個臉子, 別這樣了, 爸爸 好嗎? 想不到這個淒冊風雲的雷伯泉 現在淪落到被派陽殘著對顏 想用一隻手遮一下, 也有心無憂 想不到這個淒冊風雲的雷伯泉 其實, 我今天是故意來看你如何白面衛風雲 善於此凌 不過很可惜, 你已經沒有了 你當年那種君臨天下的風草 我現在所對著的, 只不過是一隻可憐的落水狗 在你身上, 我在你身上學了好多東西 做人, 有風就要洗盡你 要不然到節套的時候, 一樣是被人擦 所謂因果循環, 你做了那麼多陰則人 現在看著我把雷士代代平安 你這個女兒讓我控制, 你好心偽 你做甚麼, 想罵我有報應, 沒所謂, 我也打算有這麼一日 但到時我會挺起胸頭, 面對現實 不會像你這樣, 心有不感 死到臨頭, 都要作順死針針 聽過了沒有, 吃得咸完, 就抵得寒 你, 我怕, 你才說 有風的, 煙人 在 omega, 油的, 有風呢 傳於去船頭, 待著你 你不知道在於想喝 我不會讓你死 你死得太早 就看不到我你出氣的大結 爸爸, 阿剛 爸爸今天怎麼樣? 沒有, 剛才他探上頸, 很辛苦 沒事吧? 我讓他喝杯水沒事 沒事吧? 幸好你在這裡, 我也放心 對了, 爸爸, 草君姐替我問候你 還有, 律師班職員拿一張慰問卡 看看, 幾乃 阿兒, 一會兒開股東大會 你代表爸爸, 循例也要到這裡 不要了, 做生意的事我也不懂 你是我老公, 你代我去就行了 好的 爸爸, 我去開會了 遲些來探望你 快點去吧 拜拜 這張龍椅, 坐得很舒服 我越來越覺得 這張椅是為我量身訂造的 尤其你在我身邊, 真是越坐越混賜 你知不知道這張椅第一張, 我們去坐哪兒 坐大腿 雷士的大拳, 你就到手了 那你以前答應我, 甚麼時候兌現 總之雷士在這個世界正式消失 喬氏正式成立, 你就長叛君王執 是否看著你的海報大 我跟自己說過, 明天我也要拍戲 我去拍戲拍到全香港, 全國亞洲 全世界喜歡我們的戲 我想像他們一樣 有自己的電影王國 有志氣呢 我現在雖然是編劇調集風 我兒子一樣可以當電影王帝 好嗎 奇 為甚麼陪伴我整晚一顆聲音槍 我想你現在最需要的 是一個好的程中, 是不是 你們倆都是同一個媽媽生的 性格差這麼遠 其實我大哥以前不是這樣的 他真的變了很多 其實我覺得尷尬是真的 我進這個圈子是他一手提拔我的 現在偏偏要我親手叫他去搞什麼 恩, 如果有一天我離開鯉士 那你會去哪裡 不知道, 我跟江哥現在 道不同不相為難 我想我不會再跟他合作下去 阿奇啊 無論你去哪裡, 做點什麼 我都會支持你 真的 很厲害 同樣我真的跟本來 我都會支持你 你都會支持你 你都會支持你 你還會支持你 你還支持你 如果你不支持你 我會支持你 永一居停靠着 那开心或苦 少难有罪